顶着一颗大光头的抢眼造型在球场上穿梭 他是中华男排选手黄培红 在排球场上他被称之为光头神举 以沉稳又节奏明快的举球风格闻名 私底下的他除了不实展现搞笑个性外 其实更像一位思想家 在个人脸书页面上 分享关于时事外语学习 以及体育训练的相关看法 我觉得我前后最大的总编是在 2013年有一个排球杂志 他们的总编辑 那自从我们要接触之后 他会给我很多排球应该有的观念 但是在我们专项里面 很多教练甚至选手师完全都没有接触过 我以前没有去试过的观念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播 我就非常的 就因为他的关系 然后我会去找很多很多资料 也是他 也是这个总编辑他介绍给我看的一本书 就是蒋军的叫孤独六讲 我觉得他里面就是在讲一个 讲人的心里面的孤独状态 他希望 他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你想说的话 但是爱于你的立场或是你的身份 而没有办法去表达去描述出来的大家知道 所以自从看他本书之后就慢慢的 我会在演书上面分享给我自己比较心里的层面 比较不敢讲的东西 想分享一点就是 因为身边的人都不讨论这些事 那不讨论就没有人知道 但即便你不想知道 但是你如果看我 我有去讲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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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少会了解 就不会拖滚了 就好比说我在演书上面分享好了 很长 我打了很多东西的时候 站就很少 我只要打一点点的时候 站就会比较多 对 那我身边一定是体育圈的朋友比较多 那这样就是会形成出来 大家都不习惯 没有阅读的习惯 只要看到字多 他们就直接跳过 就不敢看 对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慢慢的会想要 一直去逼自己分享的原因就是 我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能够 呃养成这样的习惯 思想沉稳的他在出征光州市大运之前 其实经历了一段低潮棋 是市大运的参赛经验 让他重新找回在球场上的自信 而提到自己在比赛场上的定位 黄沛宏自比为苦练型选手 因为我也不可能出风头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尽可能的举出我们自己控制所想要的球 但是我觉得 举球员真的是排球运动里面最难 最难担任而且最重要的角色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点下面 你要去观察的事情太多了 对所以我觉得要训练出一个优秀的举球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我现在目前能做的就是 毕竟以现在事大运来讲 我在队上子算是比较老的选手 我排第三个 对所以我能够发挥的功用 大概就是稳定这些学弟们 他们的可能因为年轻会比较浮躁的一些心情 有着实时自省并且精益求精的性格 相信黄培红在未来能开创出更亮眼的排球之路 SSU TV 南韩光州采访报导